欢迎您来和我们一起分享圣医那诀的灵修志语 1月31日 若有人提出请求 但你认为给予反而有害 你要拒绝所求 但要小心以保持与请求者的友谊 在生活中会遇到别人的请求 是否答应或给予 需要智慧做判断 首先你要分析这对他是否有益 如果你认为给予反而对其有害 虽然要拒绝他的所求 但是应该要保持和请求者之间的友谊 从立场和观点来看 圣医那诀提醒耶稣会是 行爱得实 要明智 因为通常人不喜欢 也不习惯被拒绝 如果在请求上被拒绝 就会影响录 就会影响彼此的感情 友谊也因此受影响 特别是对方没有感受到你的善意 在这句灵修之语中 有两个不同的层次 一个是 如果对他有害 不管怎样 你不用给他 另一个层次是 你拒绝人家的方式 意思是 一个是做 要拒绝 另一个是 如何做 以保持友谊 这里强调的是如何 焦点不在于 要不要给他 假定这是一个清楚的情况 给予 对他有害 所以在这里强调的是 你拒绝人家的样子 你表达的样子 即用什么方法 圣医那诀 不教你方法 如何应对 但教你策略 应用上面的灵修智语 每个人要因人 因时 因地 自宜 他不讲细节 因为每一个人的情况不一样 相对的 有的时候 你要断然拒绝 不然对方听不懂 有的时候 对方一听你的语气 就知道 不要再请求下去 感谢您的语气 感谢您的语气